中超联赛第32轮 武汉长江对这大连人的比赛直播 看看他们能不能把谢辉的 激战术的要求执行出来 好的 直传就去里面 福布斯调整 直接打门 这就打骗了 再交湖底 转过来想直C 凯维奇依然在控球 别看凯维奇节奏不快 但他脚底下其实很有数 好球停下来 陈宇浩在推中间被封堵 自己左脚打门 球进了 比赛第17分钟 21岁的陈宇浩 在边路自己停球抹进来之后 完成了进球 在明天受伤之后 临时加盟的球员 这一年慢慢的坐稳了位置 当然第一下 吕卓奕没有把球破坏掉 自己也失误了 就差一步 停完之后本来想传的 结果误打误撞 球又回到脚下 左脚的推射 看大连这次传起来 吕卓奕上来了 这就是他的进攻特点 摆脱自己打 依然从这一侧发动进攻 胡云天 先停 再打 这球给了他充分的射门 调整时间 但是打高了 人枪指挥完毕了 看看他孙建夫 起脚打门 质量不错 这球被张志强 再来看 直接是打向了中间 自己杀到禁区 再传 直接打门 漂亮 外援的连线 上半场43分钟 福布斯再下一场 帮助武汉长江 两球领先了 中牙单赛季的进球记录 这下是大连人自己后场出球 被断下来之后 武汉长江打的反击 王滕达在中场的出球啊 还是要小心仔细一点出来 露点不错 几万没有开远门前再补 但是比赛继续了 进攻有力 中间福布斯凯威奇都是空的 过点球给过来 先端一下 缓开门将再打 福布斯自己打骗了 把连人年轻的防线继续经受着挑战 打中路投球 球进了 3比0 下面上刚刚开始立鹏 帮助武汉长江 三球领先了 我们刚刚还在讲 年轻的防线要经历更多挑战 再来看 选择站了一个区域防守 而不是盯人 站住自己位置的时候呢 正好立鹏上来一个冲顶 人简就差一点没有碰到 这样的话定位球破门 别后位已经套了 一防二 内切抹进来 只能靠队友来防守 再打一脚 冲进行的射门 这个比分领先 王长江想着就是先稳固防守 没有抽上 后一步 如意换右脚打门 打的还是挺有威胁的 三球扣过来 换右脚 弧线没有兜出来 如果这球兜出弧线 会是非常漂亮的一个进球 那就差一点 战斗华全场比赛结束 五花长江在本赛季 最后的一个主场 三比零战胜了大连人